网络热门快跟植物推荐 为是牵牛 哈喽各位植物学家们大家好啊 我小新 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要聊的这颗植物呢 那是相当的冷门 在所有的这个网上面 APP上面寻找它的素材 发现全都没有 不仅是没有视频 甚至连它的中文名和一些中文的资料都是没有的 于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收集到了这些信息 希望对大家有用 那么今天要讲的 依然是牵牛花中的一种 准确的来说呢 这种植物属于悬花科番鼠鼠的植物 没错就是那个红鼠 既然和牵牛它们是一个科的 并且是近青 那今天要讲的这种呢 如果之前我讲的荷鲁牵牛具有很高的人气 在短时间内 那个视频已经一千多播放了 那是我没有想到的 那么今天这个品种 可能很多人都听都没有听过 接下来就简单介绍一下 很多人都好奇 为什么悬花科的这种植物 拉丁名前队叫 Informia 这里面的有很多的深意 首先是它的Inforce 意思是蛀虫 Formia意思是相似的 这里的意思指的就是 它们缠绕的习惯 该物种 它是一种攀腾式的这种植物 在很多国家 这种千流花被称为是入侵物种 可以绞杀其他的物种 对其他物种进行这种盘绕生长 这样的 这个物种是由 奥迪尼探险家和植物学家 弗尼·德里西·马丁·约瑟夫·维尔维奇的名字命名 它广泛分布于 安哥拉·伯兹瓦那 布隆迪·马拉维 纳米比亚 苏丹 坦桑尼亚 赞比亚 扎伊尔和津巴布韦 其中苏丹的这一片的密集程度是比较高的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细聊一下吧 这种植物分布于海拔350米至1650米的林地 稀疏的草原和沙制的土壤平原之上 从我的这些图片可以看出 在野外 它的根是 根茎是埋于地下的 只有它的这种千流花的藤蔓和叶子是 还有花是暴露在野外的 看起来和我们花园或者是苗圃里面的这种千流是一样的 从外形上面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它和代表品种 河土千流的区别 就是花色上面的区别 河土千流可能是霉红色会比较多一些 也有少部分的白花品种 而这种植物多数是这种白花的 显得更加的洁白一些 这个物种名称刚才说了 就是来源于维尔维奇博士的这个名字 它是一种中等大小的翻鼠鼠的植物 它的块径最大可以达到15厘米左右 它的上面覆盖着木质化的硬表皮 完美的形状 虽然达不到河土千流的那种扁圆矮胖的那种飞碟型 但是它最完美的形状应该是子弹头状的 就比较也是相对比较圆一些的那种 虽然它没有河土千流那么大 但它能开出非常大和美丽的花 只有它的花的大小和河土千流相比是一样大的 它这个主要的欣赏点主要是花上面了 它的块径没有河土千流那么耀眼和肥大 但是也还是可以的 但是它和河土千流比要出色的一点 就它能开出更多的花 即使这种植物只有拳头大小的时候 也可以开出花 它的颜色是白色的中间的是这种粉红色的 微妙的粉红色条纹 就是美丽的侵入到花瓣之中 如果你在炎热的季节把它种得很好 它会一个接一个的开花 对于那些想享受既有像土豆一样的快根 然后还有这种鲜花环绕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个物种是不可多得的 它比河土千流每次开的花要多一些 颜色也是这种比较白一些的 这种植物需要在全阳光之下进行管理 如果缺乏它的阳光时 它的棚条就会长得很长 变得非常的邋遢 此外如果是缺乏阳光直射的情况下 它的开花会不好 然后也容易快净会腐烂 注意阳光以便使其变得坚硬而紧密的 这样的样子 它是生长在夏季 然后是冬天要记得保温 再马上就要种夏了 在这个时候应该大量的浇水每天的灌溉 这样它就会从叶子 还有这个花蕾上面会长出更加旺盛的藤 会更加的好看 像在秋天变凉之时 要减少这个浇水的次数和数量 叶子会开始掉落 到了春天之后 之前这一段时间就冬季要完全的断水 这样去养护它 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当然是指的是国内 像在原产地肯定放处都是人家也不稀罕 具有非常巨大的木质的块镜 每年产生新的镜 花大而美丽 它的花就是这种喇叭状 开花是相当可观的 据植物学家研究 它和布鲁千牛是有关系的 但在某些时候 它们是有一些区别的 就是某些部分有毛 并且具有不同形状的叶子 也显示出了和另一种植物 叫威氏的千牛的一些相似之处 这个植物它的颜色 它的树皮的颜色 可能要比和鲁千牛要深一些 属于卡其色 就卡其深色那种孔雀 也是可以吃的 当然这个品种 好像只有和鲁千牛 布鲁千牛 在国内慢慢的流行开来了 整个千牛 番薯科的这种快根植物 在国内还不是那么流行 这个植物在国内的流通 也是相对较少的 它并不是稀有 只不过是国内不流行玩这些 可能还在玩其他的 像双蕊树鼠 甘蓝科什么的这些 我觉得以后的话 这个审美改变 肯定会轮到 番薯鼠的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植物也是这样的 因为国内少 你肯定不能吃 但在当地 也是当地人的一种野菜 人家挖回去 就直接吃那个根 把它煮熟了之后 捣成面 和饼 或者是捣成土豆泥 然后拌饭 什么那样吃 但在我们原意栽培中 主要是出于美学的原因 去饲养它 它的叶子是光滑的 或者边缘有这种短细毛 坚硬直腻 线状 披 针形的这种感觉 它是软型 披针 长圆形的 就感觉 就像个镰刀的那种感觉 长4到12厘米 先端 剑尖 2至4厘米 这样的一个叶片 像它的花絮 是从叶子和枝条之间的叶 就叶下生出的 1至3朵 每次 然后它的花朵长1厘米 强壮无毛 包片分钟 用披针形 它的花朵成洞斗状 就是白色或者是淡粉色 头部是粉红色或者是淡紫色 它的花可以达到5到9厘米 展开了5片融合的花瓣 我感觉这个花有点像 怎么说呢 就是百合花的那种样子 但它是千柳花的一种 我觉得还挺好看 所以说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这是一个能够长到非常令人惊叹的样子 它的开花非常的多 然后你想它一个枝头可以长三朵花 那裙开起来也是非常漂亮的 它就从小苗开始养起 拳头大小也是每年都会开花的 非常的神奇 然后像它的繁殖一般就是播种 它的种子上面也带有毛 我之前说是为了方便被动物携带 后来有小伙伴就是改正就修正 就说那个长毛是一万一就被风吹 就被草原气候的这种季风一吹 然后它就飞到比较远的地方就扎根就发芽什么的 我觉得也是 就像蒲公英一样 只有这样它才能散布到非洲大陆的各个地方 才能繁殖起来 要知道现在的这个番树 玄花科番树树的这种块根 主要就是集中在非洲的大部分 而我们常见的那种千流花什么的 它们则是产于美洲的 然后可以探见它这种带毛的种子 在它们当时都是一个祖先 都是千流的一种 是吧 它们通过这种 当这两个大陆 南美大陆和非洲大陆还紧密相连的时候 就通过季风把种子吹散到了世界各地 就是分布在南美和非洲 那么在南美洲的那些植物 它们就产生了很小的块镜 然后各种各样的那种千流花的那种造型 而非洲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原始的这种大块根 然后上面的千流花这种造型 感觉还是非常神奇的 有时候这个植物就是当今的活化石 可能动物什么呢 它是换了一代又一代 但是植物它是一直是延续性的 从这种比较原始的植物到现在这些 有的植物不断被人改良 然后发展成无数的这种 但是如果这个植物不能吃或者是不好吃 它就慢慢的被人遗忘 它就会缓慢的进化演化 然后甚至还保留原始的形态 对我们了解地情的过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觉得玩快根植物就是这样子 与过去连接过去和连接未来 就是你从这个快根植物上能够想象到 这个植物是在怎样的环境 怎样的气候 经过怎样的逆势才能变成这个样子 它为什么要变成这个样子 它的每一个植物都有它的生存之道 可能这就是玩植物的这种内核吧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我感觉我后来说的有点比较深 可能大家只不过就是喜欢植物 但我觉得每一棵植物去了解它 为什么叫这个 然后研究它的形态什么的都感觉很神奇 那好了 那我们下期见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快根植物 先求多肉 欢迎关注我一键三聊 那我们下期见吧 再见